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開封有國保慶天 鐵面無私變種姦 相互好皆來相逐 王朝和馬漢在身邊 鑽田樹 深情如煙 徹底樹 是條浩漢 穿山樹 鐵壁勝拳 鑽田樹 深守不伴 金毛樹 一生是膽 這武術 一劫盡浪 西夏河河河河沿 新柳川在冰前 伴都找 上 走 站住, 站住, 站住 站住,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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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王爺教权竟敢擋到 你該當何罪 我們下參見八王爺 你們都起來 謝八王爺 羅副尾, 究竟什麼回事 禀王爺, 證明婦人 八王爺, 求您救救小女子 八王爺 大膽調明, 退下去 八王爺, 我是胡少夫人 你 慢 王爺 你是 八王爺, 您忘了 我是胡大人的媳婦, 玉娘 玉娘 是, 本王想起來 你怎麼 比八王爺, 他們 咋不為 屬下在 這究竟怎麼回事 回八王爺 八王爺, 看門 別巧地說話 本王在問掌褲尾 是 掌褲尾 這究竟怎麼回事 回八王爺 奉包大人之命 抓拿藥犯歸案 不知王爺下令 驚惹王爺 請王爺恕罪 不要緊 只是你要抓的人 正是胡家少夫人 冤枉了 八王爺, 冤枉了 這是 八王爺, 你要救救我 他們冤枉我 他們要找我去開工府 去打成招 八王爺, 你要救救我 你賤情 八王爺 不要緊 本王在死 誰也冤枉不了你 八王爺, 小女子 本王爺正為了胡大人的事 要往開封府去 八王爺 您要去開封府 你跟著本王 就算是包大人 他也不敢冤枉一生 起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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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貓易到 参见八王爺 年礼 不知王爺驾鄰未曾远迎 請王爺恕罪 本王也是臨時造訪 包大人不必自責 王爺, 請上座 請 王爺 他 他 他就是狐大人的師父 御母娘 這包人知道 只是 他如何被跟在王爺身邊 好 剛才 展副衛 帶著人在追途 他難叫喊冤 本王不明 這其中 是否有什麼誤會 回王爺 他非但 不是無辜 而且身心兩條命案 是包人下令 焉家去拿 八王爺 你瞧 他們就是這樣冤枉我的 他們根本就認定我殺人似的 我以後若你死 如何懲罰 你 包大 這究竟怎麼回事 他牽涉了什麼命 回王爺 他先是教唆胡家故院渡身 殺害鳳一芳小四阿福 再是逼迫雲仙姑娘 吞服孔雀大 包真懷疑 他與胡大人另案 也有所牽連 好冤枉 八王爺 包大人讓小女子所背的這些罪行 早在身堂之前 就已經對過職了 若是小女子真的有罪 恐怕早就已經給渣了 哪還活得到今天 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 八王爺 您要替小女子做主啊 包大 他說的可是實情 回王爺 當時卻是罪證不足 不過 如今真相已呼之欲出 胡朝夫人 本府就不相信 你真能一手遮天 逍遙法外 八王爺 您瞧 我說一定會屈打成招的 這一回 若不是您坐在這裡 恐怕小女子 早就已經上了大行了 大膽 你竟敢信口賜荒 顛倒是非 你眼中還有國法嗎 八王爺 您瞧他有多凶啊 就別提那些下人的復刑了 八王爺 您要開了替小女子做主啊 包大 本王當然不會聽信他的一面之事 不過方才依你所言 此事 可不是區區小政 殺人 是要長日 更何況 聖上一再的垂巡 胡大海的不幸 此事 可不得不慎重 是 胡少夫人 你若是稍有悔悟之心 或許可以為自己留下一條生路 你若是知名不悟 那誰也怪不了 八王爺 包大人家無憑無懼的 憲我於死罪 這回聽起來 好像又壓我上渣 八王爺 你要救我 你不必記憑 你若無罪 誰也詐不了你 你若有罪 不要說是本王 恐怕連皇上也未必救不了你 可是八王爺我 王爺容稟 報大人去說 令王爺 胡大人之事 願於奉一方小私命案 如今 更牽連出兩年半前一件欺君罪行 欺君罪行 是什麽人犯下的欺君之罪 此事錯綜復在 非三言兩語所能道解 報仁施主 趕請王爺 清靈大唐監審 一事群衣 本王正有此意 報大人請 謝王爺 八王爺 你不能讓他們捨我 八王爺 我怕 你若有怨 就應該在公堂上還你個清白 你不必害怕 王朝馬漢照明照顧 是 傳令神堂 是 傳令神堂 神堂 怎麼這麼快 快 是啊 明亮 遲早都會要去 早去了也好 大從翠翠代價開始 咱們心裡頭 就應該有今天這個場面的準備 也好 咱們一家三口 從來沒有分開過 能夠同生共死 咱們還求什麼 老太婆 你們娘倆就不要再哭了 我知道 我知道 可是苦就苦得 玉娘的真是 他們倆啊 娘 爹 都是女兒不孝 玉娘 大人 大人有令 傳人犯上堂 是 唐下所貴何人 回包大人 明女是胡天倫的妻子 治台大人的兒媳婦 荒唐 本夫問你 信神名誰 信神名 明女姓許 叫玉娘 大人 唯 大堂之上再由虛言 羞怪本夫聽賬之后 本夫問你 真記真名 充實回話 我說的是實話 包大人 我是胡家公子的妻子 徐玉娘 難道這還假得了嗎 包大人如此相逼 究竟抑鬱為何 有誰能證明 你是徐家小姐徐玉娘 你我自己說我是誰 包大人都不信 我還能證明自己是清白的嗎 本夫是在問你 誰能證明你是徐玉娘 明女的爹娘 曾經在此認證過 難道過堂文書上的記載都抹上了嗎 包大人 一再地苦苦相逼 究竟是為了什麼 不如當著八王爺的面前說清楚 就算明女死了 也要讓八王爺知道明女是怎麼死的 大膽雕夫 你太放肆了 開封府大堂 難道不是講理的地方嗎 講理也成了放肆 看來明女不委屈認罪 你們是不會善罷甘休的 八王爺 您這大眼睛看清楚 你 大膽 公孫先生 大人 大膽 公孫先生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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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 須天路夫婦 老朱 老朱 女儿 徐玉娘 回大人 她不是老生的女儿 她不是徐玉娘 我们有个没心没脉的女儿 说谎 你说谎 谁比她说谎的 上次谈神 她还承认我是她的女儿徐玉娘 这回同学不承认 一定有人比她们说谎的 屈天璐 王小子 签词唐神 你为何承认 她是你家女儿徐玉娘 回大人的话 上司在唐上 她警告过我们 如果不按她的话去说的话 我们女儿就 就如何 说下去 就心难保了 您不承认我是您的女儿 您不承认您 您都不要了 崔子 认了吧 我们一家没有做过亏心事 就为了你一句话 葬送了我们徐家门门 我们不会再怪你的 认了吧 不 我不要 崔子 张氏 崔子 在 堂前所贵之人 究竟是什么人 她叫崔崔 不 我不是 我是胡少夫人 我是胡大人的儿媳妇 我不是崔崔 我 回报大人 崔崔本是我家一名丫鬟 从小跟老朽的女儿 一块儿长大 可是我们徐家 从来就没有把她当下人看 没有想到 她会如此对待我们 她如何对待我们 回大人 她才能把我们娘老押到府府去 说如果不听她的话 就害死我女儿育娘 她还要揭发我们 我们 我们欺君大罪 可恶 你认不认罪 我没有罪 我是胡大人的儿媳妇 犯下欺君大罪的是他们一家 不是我 你教唆杜森 邪魄罗人 以致杜森 为使恶行不致外泄 杀死奉一方的阿词 你可知罪 杜森杀人关我什么事啊 我又没有叫他杀人 谁杀人就该谁承担 杀不认 你好不认心啊 别走 我不去 带他上堂 两位老人家一旁后生 血包大人 谁 找他 杀人 不要 杀人 我 他 還有你真的 真是親友的 王爺請息怒 把王爺請息怒 都是老朽教導無方 老朽罪該萬事 來人哪 在 將他押回大牢 聽後再辰 是 慢 王爺請奔骨 進去上 本王倒是看結果如何 拿爺請搭 進去上 本王倒是看結果如何 傳劉將軍 还刘将军上堂 刘将军请 阿世 阿世 耶稀有再也无认为跟你道逼他 所以我现在要告诉你 如果有莱忐 我还是愿意跟你在一起 文家居 玉仙姐姐 怎麼會這樣呢 早就如此 我死都不會答應劉將軍 讓你去將軍府藏去 天哪 為什麼要這麼像我們這麼苦命的人 天哪 媽媽 都是我不好 不是為了我 幫你媽媽 為了惹出目的麻煩 你怎麼告訴我 我願意讓楓玉仿 長能虎公子給燒 也不會讓你去 讓你去不回來 媽媽 你今生對我的恩惠 明顯只有來生在報 阿慧 你要和我照顧嗎 劉將軍 八王爺當年 你把胡大人遇害的情形 再說一遍 是 王爺 包大人 當時末將 只聽得花天傳來草雜的聲音 前去查看 只見了胡大人 卻以氣絕聲 你 胡說 他胡說 是他殺了胡大人的 當時現場只有他一人 是誰殺了胡大人 相信包大人自有無短 你如何能證明 當時只有胡少夫人一人在場 這 我能證明 回包大人 草民不只看見了案發的過程 那種有點進入局的開始 草民就一直在他身後頂上 當時情形如何 當時 你說話 為王爺 當時 是少夫人 和胡大人爭過氣場的人 是少夫人才大人虧想多點 是少夫人害死大人 多瀉 你這狗狼猜 我被你避免 你叫他馬上 幹什麼 帶徐玉娘 帶徐玉娘上台 徐玉娘 我就是徐玉娘 我是徐玉娘 我是徐玉娘 徐玉娘 徐玉娘 明明徐玉娘 偷舊報道 包大人 要冒充我徐玉娘 這個賤人 我要讓你死 我要讓你死 什麼 什麼 徐玉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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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着 都听见王爷的吩咐了 让他走 是 走 玉娘 师姐 你不要伤了玉娘啊 走 玉娘 探柜 是 人犯还压 人人之为 退堂 是 走 走 包人惶恐 王爷受尽了 不要紧 不要紧 只是 人心献恶 的确让本王大吃一惊 报答 本王刚才是在担心 这 这翠翠 该不会真的伤了 徐姑娘 王爷请宽心 展部委会将他们平安待会 好 那就好 那就好 进去 我 你怎么这么说 你怎么发现 我怎么发现 我才发现 我才发现 他们发现 我都沒用 為什麼總要讓我嫉妒你? 為什麼只要有你的地方,我就什麼都不深? 你告訴我為什麼? 翠翠,我... 難道你不知道從小到大 我一直都把你當親妹妹看的嗎? 親妹妹 你還記得嗎? 在我生日那時候 我藏了一個你丟掉的布娃娃 被你發現以後 你說什麼也要把它扔掉 你知不知道 我為了那個布娃娃流了多少眼淚 你知道嗎? 我知道 可是翠翠難道你忘了 那布娃娃 奶奶說那布娃娃是陰神的化神 她是不想知我 我是怕把布娃娃放在你身上會害了你 所以我把它給扔了 翠翠,怎麼連那麼一點事你都要記在心裡呢? 她對你來說在不了什麼 可是對我來說 卻是很重要的 她是我唯一的布娃娃 卻被你給毀了 我以為我這件事 這一切都會變成真的 我知不知道 我也曾經感激過你 可是你為什麼要回來? 你為什麼要回來? 你給了我這一切 你為什麼要毀了它? 你告訴我為什麼? 你告訴我為什麼? 你給了我這一切 我沒有,我真的沒有 你害我承認 你是不是知道 為了你,我相互要休憩 難道這不是你害的嗎? 或許她不知道你是誰 但是你知道她是誰,對不對? 沒錯 就是因為我知道她是誰 所以這兩年來我一直躲著她 為的是什麼? 我不管,我不管她跟你說些什麼 可是我一直不想傷害到你,你知道嗎? 你又現在要我相信你 你不覺得太遲了嗎? 你不覺得太遲了嗎? 你到現在要我相信你 你不覺得太遲了嗎? 我也是,我也是太遲了 你要報復我也可以 你可以殺了我 只是你不應該這樣對我癲癲的 再怎麼說 你也是她一小呆大了,你知道嗎? 翠翠,你怎麼做 你簡直就是恩將仇報 你這是在教訓我嗎? 你到現在還當我是你癲癲嗎? 如果到現在 你連我一點兩隻都被泯滅的話 就算有一天你悲傷幾天 你終將一無所有 一無所有 一無所有 你永遠不會明白 你永遠不會明白 什麼是你無所有的滋味 我希望 也許以前我不明白 可是現在我懂了 你自己 都是我的錯 如果有來生 我希望你給我機會 跟你成為朋友 我願意儲管你 來生 你說的是來生嗎? 忘了這一生的不愉快好不好 也許你都 我們還可以接待頭寫啊 把頭子放下 你到底永遠只會上來到你自己嗎? 小姐 小姐 方翠翠 你受根不知土豹 小姐 lingen 尚 極了 我拜託虎 快砸 该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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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啊 好啊 大人好啊 太后 张龙照顾 大人 将胡公子送出府外 是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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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起来 来 大人 杜山 草民在 你可知罪 回宝大人 草民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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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杀害阿府 又欠我奉一封丫鬟宝贵 你徐氏不赴 罪行重大 好啊 本府念你 本性为您 乃奉主人之时行事 情有可原 放你一条生路 本府叛你 苦行十五年 你可幸福 草民幸福 县包大人不傻之人 大人哪 在 压下去 在 拜徐天璐夫妇 及一干人等 拜人犯徐天璐夫妇 一干人等 上堂 回 回 草民之罪 徐天璐夫妇 你一家三口冒不勝地 冲到華華 犯下积君之罪 你等可知罪 草民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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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入大牢 明晨五门门斩 包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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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命啊 押下去 姐姐 退堂 包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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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着 冥王 被煎鶬 府 軍水 六闆 世間之事,也會有些不公平之事 情離之間,很難做抉擇 包針也是邪肉之群 其是無情之人 王爺心急,包針明明 這七郡雖然是重罪 但是 這也能算是七郡嗎 王爺,依法權衡,七郡就是七郡 絲毫沒有斟酌餘地 若是聖上知道事情 相信聖上也絕不會讓你找得到 王爺,律法乃家國之根本 不可動搖 報道 行其無行,你 你又何必非言行之事不可 王爺 若是可罰,可不罰 而包針罰之,則過乎一 然而,欺君之罪,不得不罰 包針縱由寬戴之心 也無能為力 王爺明見 王爺 報道 本王 本王並沒有責怪你的意思 只是 只是這三條人命 是你費盡苦心 將他們救出 而今 又從你手中被奪走 包大人 本王也實在難以想像你此刻的心境 王爺,包朕此心唯天地可見 包朕之志以國法為先 這麼說,就連聖上也救不了他們 聖上能大赦天下子民 聖旨說赦,誰敢不赦 八王爺,求您舅舅玉娘一家老小 侯父,來,傳教禁宮 是 皇爺有子, 皇教進攻 叩謝八門 既有這樣的事 皇上, 若不是人命貫天, 極在人美 臣也不至於深夜求見 請皇上明察 那徐家, 竟以女卑代價 這是抗子 的藥 catalan 你無責任 終於投入就位 那是皇上明察 如果皇上明察 皇上明知 皇上明察 仍然慄 許信於天下百姓 皇上 春秋之意 立法貴言 責任貴寬 在姚之時 高桃他作獄官 遇見一名凶犯 高桃說要斬他三次才能抵罪 然而姚弟卻說 姚大三次讓他悔悟 天下百姓皆畏懼高桃的言情 卻心悅臣服於姚弟的氣仁慈 皇上 徐氏一門故道法王 這包枕 他一把不得不慘 朕若是能救而不救 朕恐將若不仁之時 請皇上暫死 皇叔認為當舅 朕也相信必有當舅之理 朕並非不怨射 而是朕 有什麼理由 一服天下呢 或許 是朕 是朕 平全無極 為何 老大 最令人不慘 何不咱呢? 朕若是能救而不救 朕恐將若不仁之使 請皇上三思 皇叔認為當救 朕也相信必有當救之禮 朕並非不願社 而是朕有什麼理由一服天下呢? 契宗聖上 你可有什麼主意嗎? 奴輩不敢,只是有一事奴輩不明白 什麼事? 奴輩記得很清楚 孟大人上奏,陳請賜婚 明白地說是長公子與徐小姐 青梅竹馬,兩小無才,祈求豫程 不錯 这怎么会那么糊涂呢 娶了个丫鬟回去 这么多年都不知道 是啊 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问题是 难道说 是胡大人欺瞒皇上在先 荒唐 这要不是两情相悦 朕岂不是帮了她抢娶你女的吗 岂咒万岁 若是当时玉娘是情愿 也不会落到今天这般地步 这岂不是献正于不义吗 皇上 既然胡大人已经过世了 那就恳请皇上饶恕着徐氏一家吧 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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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上 张公公 传朕旨意 赦 卢被封职 谢万岁隆恩 奉天承运 皇帝赵曰 于是一读 无知至罪 老法当诸 唯情可免 罪非饥 承此天心 从归仁德 朕与特赦 亲此 谢恩 万岁万岁万万岁 又是一读 各位观众 玉节冰心的徐玉娘不惜用死来表明她的真结 最后和刘正顺有情人结为眷属 而心怀不轨的丫鬟翠翠终于自食恶骨 这也正应验了不是不报 只是时候未到的这句老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